中文中文字幕提供 陳家良說 他們發現新冠患者的長度 通常缺乏某些益生菌 反映長度微生態和新冠識識相關 近四成的港人長度甚至去到中等 去到嚴重不健康的程度 所以他們在去年至今年 找了453位糖尿病患者 以及65歲或以上人士 將他們分為服用為期三個月 SIM01的實驗組 以及服用維他命C安慰劑的對照組 並且要求他們在參與研究前 或者後的一個星期內 接受首劑的新冠疫苗 結果是…… 減少了疫苗的副作用 在數字上 服用SIM01的參加者 在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之後一個月 出現不良反應的比率是2.9% 與美對照組的12.6%低 而無論接種哪一種疫苗 服用SIM01的參加者 出現不良反應的比率 亦持續對照組的低 感染新冠和其他疾病的風險亦較少 服用SIM01之後 長度益生菌產生有益的代謝物 就可以有效減少新冠和其他細菌和病毒的感染風險 服用因為它並沒有一些其他成藥、西藥的成分 並沒有其他藥物擔心的副作用 可不可以變成一個本地研發的藥物 來用一個藥物的身份給我們港大市民用 暫時是不可以當作藥物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並沒有一個機制 來認證本地研發的藥物 所以我們現在研發出來的成果 只可以當作一種補充劑 提供給我們市民用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等一下 補充劑 kad av分", sorta 發eles